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做什么哀声探气呀? 唉,下个星期就选颁颁奖啦! 我想同学投票给我啊! 但是同学不是很理我啊! 选情告急啊! 哦?你是怎么拉票的? 嗯... 我知道为什么啦! 我想弟子规帮到你啊! 你打开第二十二页! 暴松容 勒端正 一心愿 败功敬 勃浅域 勃伯耳 勃积聚 勃遥比 俗语话 站有站上 坐有坐上 暴松容是指走路的仪态 要松容不逼 不方不忙 如果走路很急的话 就会被人觉得这个人性格很心急 很没耐性 那些同学见到你这样的话 怎会把班长的重任交给你啊! 而立端正 就是指暂立的姿态要端正 抬头挺胸 不可以弯腰 陀背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随头伤气 就会被人很没礼貌 很没家教的感觉 入宋愿 拜恭敬 又是为什么啊? 古人问候别人的时候 要作一和叩拜 即是拱手和鞠躬 拱手的时候 手不可以摆在心口 要摆出一个大的愿形 才代表恭敬 而鞠躬的时候 亦都要恭敬真诚 而一心愿 拜恭敬 就是说 跟人打招呼的时候 要真心诚意 那当然 我们现在打招呼的时候 就不用拱手 不用鞠躬 但是见到人的时候 都要发自耐心 和对方打招呼 和颜月色 密浅域 密波尔 又是为什么啊? 域 是指以前大门地下 凸出来的环木 而密浅域 就是指出入门口 不要踩着门栏 以免影响大家过路 密波尔 就是指暂立的时候 身体不要站到歪歪斜斜 寓意个人走得正 站得正 密机具 密摇鼻 只坐那阵 两只脚不要分开 脚不要在那阵 硬脚 这些举动 都是令人觉得 你很轻浮 没有教养 没错 如果你想人家觉得 你是值得尊重的 你就要注意自己移态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快点跟着这段 弟子规 改了你的坏习惯 让老师和同学 都信任你可以 尽到颁奖的责任 知道了 走路那阵 脚步要松容大方 站立的姿势要按手 停空 不要站得歪歪斜斜的 问候人那阵 要真诚 走入屋房 不要踩到 门蓝上面 站坐那阵 不要伸出两只脚 脚不要摇 等我们再重温今天的 弟子龟啦 我们一起读一次 暴松容 立端正 一心愿 拜恭敬 物浅域 物波尔 物机具 物遥比 今晚就报给家人听 再请他们在 弟子规第四十三页 那里签名啦 好 时间都差不多啦 我们要回去上堂啦 拜拜 拜拜